接下来上榜的是美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坎·刘宇斯 日前银行业刊物美国银行家在纽约举行的年度银行家颁奖仪式 今年的获奖者就是刘宇斯 但是想一想目前金融危机下美国银行季的惨淡近况 刘宇斯获得这个头衔不能不说有一些尴尬 坎·刘宇斯的上榜理由是金融风暴同行纷纷落马 参与救助获封年度银行家 这是刘宇斯六年中第二次获得年度银行家的称号 美国银行家杂志认为刘宇斯是今年的不二人选 因为在他的带领下 美国银行不仅在危机中顽强地存活了下来 还帮助一些金融机构摆脱了破产的命运 特别是促成了美国银行对美林的收购计划 避免了又一家华尔街老招牌的轰然倒塌 其实对于今年有没有必要做这个评选 外界是一片质疑 根据盖洛普公司的最新调查 现在只有23%的公众对银行家持肯定态度 创了历史低点 再看看历年来获得年度银行家称号的人现在的近况吧 由于在高风险抵押贷款领域的投资损失惨重 2001年当选的克里·克林格 今年9月份丢掉了华盛顿互惠银行首席执行官的职位 2005年的获奖人 美联银行首席执行官肯尼迪·汤普森 也于6月份被迫隐退 2006年 全国金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安基罗·莫奇罗 获得美国银行家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但他的公司在过去一年里由于抵押贷款危机而土崩瓦解 被迫建卖给美国银行 就连美国银行也不是完好无损 其股价自年初至今已经下跌了65% 尽管如此 评选的主办方还是表示 不管年景好坏 希望把评选做下去 就说刘易斯获得这个奖显得橙色不足 但是他能够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 参与到救助整个银行业的行动中来 在当前的环境下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感谢观看